江湖我是可乐 今天变成了一只小小的史莱姆 走不了还会一蹦一跳的 实在是太可爱了 虽然本来是想变得再大一点的 但是感觉行动很不方便 所以就还是保持这个大小好了 我现在能钻进一人高的方块了 要是躲猫猫的话 一定会变成冠军的 不过 这个血好像少了点 感觉一碰就会死 这种地方就不要那么还原了好吧 可能给我加点血也好呀 嘿嘿 你们没想到会有史莱姆过来欺负你们吧 快点把羊毛交叉 史莱姆也要在床上睡觉的 我条 他在摔死了 为什么史莱姆不能免疫掉落伤害啊 明明那么软 不信邪我再跳 算了还是老实一点吧 史莱姆走起路来都是一蹦一蹦的 钻进动影的真的是技术活 啊完美不愧是我 挖掉不就行了 挖掉的话等会我就上不来了呀 是谁认识一只史莱姆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 主意还是太不容易了 请大家关心身边的史莱姆 不要再为了年夜球屠杀他们了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实际情况是我每次都觉得 那个巴达巴达巴达的声音太吵了 所以才去杀他们的 那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呀 但是我现在是史莱姆啊 你们舍得杀这么可爱的史莱姆吗 舍得 铁矿发现 作为一只成熟的史莱姆 要学会自己找矿石 只需要挖一格高度的通道 实在是太方便了 跳不下去 是时候展现一部威操了 好威操 用王者的话来说 就是自己把自己秀死 我只是忘记了看血量了 这血量也太少了吧 不过我反正也拿到铁矿了 接下来就该找钻石了 这个坑看着就很危险 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了 我得控制一下距离 喂两块红石 至于吗 当然至于啦 看到了不挖走 我会难受一整天呐 我去 你还是强迫症吗 呃 是不是强迫症等我再说 我忘记做铁矿了 卢子的工作台都放在地面上了 根据我的经验 可乐的下一句话是 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幸好吃这红石 要是突然冒出来钻石 我岂不适用 要怎么样 没事 材料有剩的 我再重新做一个总没问题了 呃 钻石小可爱我来啦 乖乖放弃挣扎吧 七个大丰收 平时都不见你掉的这么轻快 获得了钻石的我 现在感觉我很无敌 看我保护吞迷 可僵尸受死吧 所以 史莱姆为啥要去打僵尸 曾经 我没得选 现在 我想当一个好史莱姆 我来报仇啦 还是第一视角舒服 接下来要去挑战小小吧 呃 我打不过 嗯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点关注可乐 请你喝可乐呀 哈哈